接下來是客人問的一個問題 又有個地圖 歐亞大陸 名字都叫海 咸海、梨海、黑海、地中海、石海、紅海 名字都叫海 可是在分類上 有些叫海 有些叫湖 請問你 怎麼分 名字都是海 我可以告訴你 咸海是湖 梨海是湖 石海也是湖 紅海是海 黑海是海 地中海也算海 停車戰界問 怎麼分啊 怎麼分 前面第一題我可以告訴你了 咸海是湖 梨海是湖 石海也是湖 但是紅海、黑海、地中海是海 請問你靠誰分 看一下他的地圖 欣賞一下 小老師你要回答喔 小老師大人你想要回答喔 好我們給小老師大人一個機會好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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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回答嗎 那就抽籤 說不可以最好抽到你啊 女生十三 好 起立 怎麼分 有連接海洋的 很好 你答對了耶 請坐下 黃黃 米海 李 翊璇 海是湖 地中海海還是海 有跟外洋相通的 叫做海 被包在陸地裡面 被包在陸地裡面的叫做 湖 包在陸地裡面的沒有跟外面通的那個叫做 然後呢基本上你看黑海會通地中海地中海連到大西洋 紅海下面就是印度洋就直接過去了 以後還有一個什麼圓海什麼的大陸海的名詞 以後再說反正就這樣分 OK這是課本問的問題 這是課本問的問題 接下來叫做冰川 老師上課說過了 什麼叫冰川會動的冰 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為什麼會有冰 積雪會成冰 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擠壓的關係 重力跟擠壓的關係所以會動 重力跟擠壓的關係所以會動 所以就是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OK 然後呢冰在這兩種前面寫過了 一種叫做三月冰川 在山上叫三月冰川叫古冰川 比如說天山上清藏高原上或者是阿爾卑斯山上 喜馬拉雅山上的這個冰川叫做三月冰川 古冰川 另外呢就在平地的陸地上的大陸冰川 什麼格陵蘭啊南極大陸啊就叫做大陸冰川 這我們前面寫過的三月冰川跟大陸冰川 現在再講一次而已 沒有這個講過了 所以冰川有兩個 一個在山上叫做三月冰川又叫古冰川 一個在平地陸地上叫做大陸冰川 這個你講過對不對 我說我會再講一遍 因為我未來要有用 就是他冰川的侵蝕能力很強 他硬的固體的往前 然後呢就挖出個U形鼓 同時就挖出一個光滑但是有刮痕的皮面 這一句話我後面要用 所以我講第二遍 這個刮痕可以顯示冰川的走向 有沒有走的 OK 要後面要用 冰川很有用 因為我們講過全世界最多的淡水在海邊 冰川嘛 所以它有最多的淡水 它如果融化就可以使得海面上熱很多 那麼像一些 那如果你是那個什麼尼泊爾人 然後那個喜馬拉山冰山融化的水 就是你重要的水資源 所以它是有一個重要的水資源 重要的水資源 OK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跟各位講一下冰川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